第八個要點 就是處理生命和侍奉中的問題 就是各方面的問題 其實肯定不會什麼都說完 不過只是說其中一些我們人生會有的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固執 有些人是固執的 因為自己知道自己固執 那是怎樣的辦法呢? 就是找到知道自己 承認自己的不足和有限 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記得印象就是 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對 還有自己看得夠多 但結婚之後就很大的衝擊 因為女性和男性的看法很不同 女性就會說出我有什麼地方缺陷 讓我自己單身的時候看得多很多很多 在過程中成長很多 讓我看得到 其實人 每一個人總有他的缺陷的地方 學習 自己不是很厲害 而是欣賞人 神最重要 我覺得神是超越的 神是最好的模特兒 沒有一個人好像神這麼完美 什麼都完美了 所以我就很喜歡神 很欣賞神 以及欣賞別人 神做每一個人都有他 放一些好的性格在他裡面 所以我就欣賞他 考慮別人的看法 有進步的時候 馬上欣賞自己 問題就是 固執的人不會這樣做 固執的人是不會看到自己的缺陷 他總是覺得自己很適合 但是 譬如我們要幫一個固執的人 如何引導他 你覺得你是不是很適合 人家的看法都是錯 有些人真的一直覺得對 譬如現在在政治對立的情況 他哪一邊都覺得自己很適合 我發覺很難說服人的改變政治 我們都沒有興趣 為什麼呢 改變不了 我們不是去改變這件事 不過我看到這件事 就是人的固執 在這種看法 永遠都不改變 我們想改變人 就是對於耶穌的看法 以及他的生命如何改變 這件事都是很難很難 因為人就是不想改變 所以很多時候 人們找我 問我 怎樣處理我的問題 我都是盡量讓他知道 你有沒有覺得 你現在的生命有沒有問題 你想改變呢 你想改變的時候 有什麼調教呢 就是讓他有動力 他有動力 他覺得 例如一個固執的人 他跟人際關係怎樣呢 你覺得夠不夠好呢 如果你不覺得不夠好的時候 你想改變呢 這就是我們引導他的方法 或者防衛性 防衛性的人也很難搞 因為他 他什麼都說沒有問題 但其實他有很多問題 這就是我們需要智慧 怎樣跟他相處 我有一個 曾經宣教 我認識一個人 這個人 他的脾氣都很猛 有一次我跟他說 我去他的宣教 他就叫我去 他說 麻煩你來 我說好吧 我問他 他告訴我 你來到火車站 然後你坐飛機去到飛機場 然後那裡有巴士去到火車路 去到火車站 然後你轉火車 然後轉車 我問他一個問題 我在飛機場出來 我在這邊馬路 還是對面馬路 他就發脾氣了 問這麼多 這麼詳細的問題 他說我拖著行李箱 從這邊走到另一邊 如果我不知道在這邊 還是對面 那我在這裡等 原來車是對面的 我等完又沒用 如果過了對面 因為走來走去 很順暢 你告訴我 怎樣來到你那裡 便最好合理 他總之很不開心 我知道需要跟他談 但是怎樣跟他談 怎樣去開解他 怎樣去引導他 這件事說完之後 我就跟他一起去宣教 結果都搞得好 然後最後一天 他就跟我說 他說 他問二牧師 你一上台說話 真的完全不同了 你講話 那些人很留心聽 我說多謝主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給我這個機會 我看到他接納我 我就跟他說 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說 可不可以 好 我就跟他說 我說 我講到來這裡的時候 我問你在這邊馬路 還是對面馬路 我看到你很發脾氣 他說 我是這樣的 如果那些人很細緻問我的問題 我就會這樣的 我就問他 你這樣的時候 你跟別人相處會怎樣 我就跟他談 關於怎樣可以處理他的情緒 就是說 有人要問的是有個原因 就是人總是想得到答案 你回應到他 幫到他 他便會歡喜 但是如果怒氣 他便不喜歡 他便得不到幫助 讓他知道 我也是去想 怎樣機會跟他說 怎樣機會去跟一個人說 關於他個人的問題 我亦都記得有一次 在宣教的時候 有一個人 他就告訴我 有個人跟我說 有一個人的女兒 就有很嚴重的問題 不知是邪靈還是情緒 還是精神問題 然後 還有這個人 他就跟另一個牧師有問題 就是兩個問題 他的女兒有問題 他跟牧師有問題 大家鬥氣 好 我跟他走路的時候 他就在說他的困難 他在說這些困難的時候 我聽到的時候 我就在某一處 我見到他信任我 即是他在詢問我 我見到他 我就跟他說 我說 我聽到有些情況 我想了解一下 我從你的角度 想了解發生甚麼事 好嗎 他說好的 我聽到有人跟我說 你跟牧師有些問題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發生甚麼事 我用一個角度 不是我批判他 我只是說 我聽到你們之間有些問題 你告訴我 他真的告訴我 我亦不是批判他 我只是聽他說 我聽完之後 我發覺原來不是這麼大的問題 有時人將那些問題 誇大 或者大家沒有溝通 我不會一開始就說 我會分辨這個人 是否會接納 即是大家建立了關係 我先去跟他談 那些問題 那件事 在當時 他講得很好 那我 因為我已經很久 很多年之前的事 我好像立即跟他安排 見那個牧師 大家和好 這就是我當時做了的事 這就是 有時我見到一些人 有防衛性 或者不知道有沒有防衛性 那些人的提示 不能夠坦白地承認自己的錯處 傾向證明自己對 別人的錯 能不能夠和別人分享 即是不能夠 不能夠和別人分享 自己的感受和困難 以及接納別人的意見 那這個就是 我們自己也要學習了 我是不是會不敢 告訴別人我的問題呢 是否告訴別人 怕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呢 其實我的成長 是令到我 有防衛性的 為什麼呢 我家人 有什麼錯呢 肯定會說我的 所以 習慣性是一個自衛性 但我太太的成長 是很不同的 她會有時開玩笑和我說 她說我今天又 很論盡了 她會告訴我 她今天怎麼論盡 有什麼 很簡單的事 做錯了 她就好像說笑一樣 完全沒有 她的習慣是 第一 她的家裡是沒有 怎樣罵她 她也不是怎樣罵人 我覺得這件事 我在她身上學到 也能夠把我一些 不好的事說出來 因為以前 如果我說的不好的事出來 一定會被人說的 就算我說的好些 好的事給別人聽 別人說 你忍住啊 又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 我自己發覺 這就是一種敏感自己 我也會有防衛性 我怎樣可以衝破這件事 所以希望大家 都問問自己 我有沒有防衛性呢 那你就找一個 對你更加好的人 去建立 大家都能夠說出自己的醜怪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那些醜怪事 不敢說給別人聽 但你都說給別人聽 那個人又能接立你 你就慢慢能夠溝通你自己的困難 但當然 我都告訴你 你不是所有人都說 有些人說了 是很大件事的 因為他會把你的事傳開 你可能會暴地自容 所以這也是我們需要處理的 那怎樣處理防衛性呢 先反思自己的問題 是否不急於解釋 或者證明自己有沒有錯 別人跟你說話 你很快就證明自己 對 證明別人錯 是否喜歡和別人辯論 如果是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防衛性 謙卑承認自己的錯 承認錯不是絕望的 學習和人分享自己的困難 和那種看法 即是分享自己的看法 接受人的看法 學習欣賞別人的長處 這些事 現在講到大家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你說我沒有什麼 但如果大家同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小組組長 核心組員同工 教會的侍奉人員同工 公司的同事同工 那時候你就發現問題 發現人真的有很多問題 各類的問題都有 這些就會浮現 就會出現 這個人很自衛性 或者自己很自衛性 或者有攻擊性 那時候 我們怎樣在這些情況之下 我們調教自己 我們改不了人 不是那麼容易改到人 我們調教到 我們能夠輕鬆 可能慢慢會改變到人 亦都我們在侍奉 你一定會遇到很多人 我都鼓勵大家 因為我自己網上很多影片 所以很多不同類型的人 都找過我 都是給我很多操練機會 很多種的人 我都見過 他們不同的需要 給我一個成長的機會 我自己現在的事奉操練課程 我最初只是那個群組報名 後來有人提議 不如你都在那裏回答信仰問題 我們就讓他們能夠問問題 發覺他們都很多信仰問題去詢問 大家有都可以問我 我是很樂意去幫助人 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真的發覺 真是相處 弟兄和睦同居是很好 但人總有很多問題 這些其實是給大家一些 留意、醒覺、人的問題 你認識的人是防衛性 那我們怎樣呢 我們就可能留意到他某些事情 然後我們可能詢問他 我留意到你這件事 首先讓他覺得接納 我們接納他 然後我留意到這件事 你覺得為何你會這樣呢 是否你很怕別人知道你的不好的事 你跟別人聊天時有沒有害怕呢 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詢問他 他可能會說出來 這便可以幫助他勝過這件事 譬如有些人沒有什麼動力 這個情況也挺多見的 有些人憂鬱 我聽過有些人說的情況是怎樣呢 他說連洗澡、拆牙都沒有動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人 你沒有聽過嗎 我聽過好幾個 是呀 洗澡、拆牙都沒有動力 不想外出 甚麼都不想做 那也有很多人說過 甚麼呢 好像做人都不知為甚麼 信耶穌在天堂 不如快點上天堂 在世上做甚麼那麼辛苦 很多人不是那麼有動力 那我們怎樣有動力呢 我曾經說過四個動力 第一就是神很愛我 第二我是很寶貴 每個人都是 第三 我聽神的話 親近神、遵從神一定得福 第四 不聽話、不遵從神 冷道一定不蒙福 而我們的生命可以提升 雖然 如果有人信耶穌跟著 就好像一個強盜一樣 立即判死刑上天堂 當然好 但我們大部分人 神的計法不是這樣 我們不能加速 不過 不可以加速自己 快點上天堂 因為加速的時候 神就說 你自殺 自殺是殺人 可以不上天堂 所以我們不可以自殺 那麼我們在世上的日子 很多人就覺得很辛苦 人又麻煩 社會又麻煩 自己又不開心 每個人都是困難的 為甚麼做人 為甚麼這麼辛苦 為甚麼享受神 為甚麼享受生命 因為很多人來說 做人是厭煩的 但為甚麼有動力 人的動力 我們都產生動力 在人身上產生動力 我們將來可以有很多人在天堂告訴你 是因為你我上到天堂 我們可以影響很多人 很多人在天堂告訴你 我愛主得到很大的想像 因為你鼓勵我的 因為你欣賞我 你扶持我的 我們可以做的事很大影響 這個人的生命可以完全不同 我們曾經如何愛過他 關心過他 照顧他 提升他 他以後都受影響 並且他不僅僅影響一個人 他影響很多人 曾經有一個人向我傳呼聲 我猜他現在已經在天堂 應該我猜 我上天堂都會見到他 他叫做中微五 我相信他都知道 我告訴他 你知不知道那天 在那個營裡 你跟我說歸耶穌 你回答我的問題 之後我幫到很多很多人 就是你那次這樣的機會 是神安排的機會 我很多謝你 就是一個人可以做的事 他當時來講 完全沒有想到 他幫一個年輕人 回答他的問題 他沒有想到 是神安排一切的事 就是他 我上次之前都有講過 因為要急於洗小間 所以早些回來 看到我在這裏 就跟我談 這些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我們看到原來 我們一個人 跟人聊天 可以影響人這麼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我都可以影響人 但是去日本有很多人 很絕望 很慘 你影響到他 以後他生命會受影響 而我們 哪一個都是 你的同事 你哪一個人 能夠你跟他 有好的關係影響他 都是神所鍾意的 所以動力 就是我們本身 有不斷的動力 我經歷四年之後 就有這種 真的不滅的火 我覺得在裡面 不斷推動我的 其實我應該老走去 退休 我又喜歡打球 我每天去打球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 這樣不是善用我的生命 而神給我這麼多好東西 我很想去發揮 事實上我太多東西做 我很多東西想寫 快點照片放上網 快點送給更多人 影響更多人 我希望大家聽完我說 你也有動力 我都可以寫一些見證 這個Google有blogger blo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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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免費的 當然你放得多 你就要付錢 不是很多錢 但是你放普通 你不放得完 你可以放得到很多 你寫一些見證上去 你上網 YouTube Facebook 哪裡 你可以放一些見證 很多人看到 神就喜悅你 我希望大家 聽完我說的 也有些動力 有些動力 你可以給神用 有些人缺乏責任感 就是 怎樣呢 我不跟這些說 我口說更好 即是覺得 有些男性 有些人在家裡 又不喜歡洗碗 然後 太太就洗碗 太太要上班 回來就洗碗 煮飯 她就坐在那裡看電視 或者她做她的上網 上網看的東西 沒有什麼責任感 那時候她又覺得很便宜 我有個老婆 她又懂得賺錢 她又回家又煮飯 她又做了些事情 那就覺得很便宜 但其實在神眼中 我們懶惰 不負責任 或者我們在小組裡 我們可以影響別人 但是很被動 不投入 不參與 或者在教會裡 其實很多人可以幫助 我們不去付出這個代價 或者我們鄰居 我明明看到有些人很孤單 是 真的看到她 好像無聊 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可以跟她聊聊天 如果我們有這個責任感 我可以影響人 我可以影響教會 影響周圍的人 影響我家族的人 總是找機會傳呼 也有信心為人 按手祈禱 有能力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我希望建立大家這個信心為人 祈禱 有聖靈的能力 我希望大家會出來一起祈禱 我們不攝錄 讓大家放心 只是祈禱 投入 我們經歷聖靈 也能幫助人 經歷聖靈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會很大提升 其實我自從我經歷聖靈 為人祈禱經歷聖靈之後 那個提升是很大的 因為什麼人都好 什麼款都好 他怎樣煩惱 失眠 不開心 有情緒問題 跟他祈禱 他輕鬆了 他真的告訴我 昨晚睡得好 真的立即改善 是很多很多次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心 我們就有這個責任感 在天國裡面有責任感 神就祝福 但如果懶惰 就是閒冷不結果子 就是把那些恩賜埋藏在地裏 在這裏面 壞習慣和沉溺 這個社會 真的很嚴重 現在這些 因為 尤其我講的電影 《Social Dilemma》 這套電影 就是講出 那些設計 這些 Facebook Instagram 這些 全部 和遊戲 全部是想令到人受控制的 他會用方法令到人上癮 是他們的目的 但是 這個世代 其實很多人都上癮了 所以如果你有小朋友 你不要 有些真的看到他在茶樓 經常見到的 小小的小朋友 就拿著手機在那裏 從小到大 只是習慣了手機 經常都是尋求刺激 經常都是被動的 當這些人尋求刺激 他沒有手機好像不懂得動的 他不懂得去交往 他不會去找活動 他只是在社交媒體 網上的社交活動 不是個人性的 他的生命就受難了 事實上現在這個世代很多人 現在的青少年被魔鬼捆綁 很多人受這些影響 所以首先我們自己去管理好 知道這些真是魔鬼用的工具 那些遊戲機的人真的 他們都知道 有些人玩遊戲機玩了兩三天 真的死了 他們知道這些新聞 但是依然有人會這樣做 這就是沉溺那種情況 那沉溺如何出來呢 他一定要找到人生的意思 或者基督徒 先有一個基督徒跟我說 這只是一個情況 就是講到有個基督徒 好像人生沒有什麼意義 做基督徒好像沒有什麼動力 那怎樣有動力呢 就是其實你的生命很寶貴 首先經歷到聖靈 經歷到聖靈 真是這麼平安 這麼興省 這麼有能力 他就會多去親近神 多去從神得力 從神得力 他就會有 即是能夠從神得到安慰 他就不會尋求這些手機 或者電影 其實我自己也知道的 譬如我家人也有看那些影片 我知道一件事 當你開始看第一集 你很想看第二集 他每一次每一集的尾的時候 都很緊張 都是有一些令到你很猛的東西 但是我們知道 你看完一集 接著你就會看下一集 接著一直看下去 你看完這一集 下一集的告法 又很吸引 很吸引 又令到你想看下去 這就是 求主幫助我們 就是管理我們的 我們的慾望 不給這些沉溺的影響 有些更加嚴重 就是喝酒 吸毒 因為他靠那些來刺激 當他有了這些毒品 那些酒 他一入一不開心 他去找這些 他一不開心 就靠這些 支撐他自己 那他就很難出來 所以第一就是 我們自己 自己要保守自己 我聽過一些基督徒 他不開心就會喝酒 他喝酒 醉下 就會麻木自己 但這件事一上癮 是很麻煩的 健康問題 也有很多人說 健康問題 就是沒有處理好 所以就會很容易累 沒有精力 不能夠集中 這個是需要保持的 需要我的生命是寶貴的 我自己很珍惜自己 我之前在外國的時候 我去上班 因為我去上班 就賺錢支持我的侍奉 我去那個地鐵站 我跑去 那條路是很空曠的 跑去 去到地鐵未到 我就在一個樓梯上上落落 在一個牆上 掌上壓 我一刷牙的時候 又會聽聖經 有時會看一些影片 去明白一些事情 有時會拉筋 有時會扎馬 我吸塵的時候 也會扎馬 用身體的力量 保持我健康 因為我知道 身體是會衰敗的 我以前是大隻很多 不過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有時禁食祈禱 有些人說 以前很大隻 但其實大隻未必好 因為它用了很多能力 其實保持身體健康 又不是多脂肪的 又是活躍的 身體健康 吃健康的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健康的食物 其中最不好的其實是糖 很多食物 很多食物都會有糖 鹹也好甜也好 都有糖分 其實糖對我的身體很差 其實可以不吃飯 不吃粉麵 蛋糕 麵包 那些是會更加好的 吃菜 魚肉 是會更加好的 如果只吃菜 都可以 不過你一定要確保 你有足夠的蛋白質 不是體重一路下降 這也是我們怎樣保持 有平衡的身體健康 還有心境 還有睡覺 就是未睡之前放鬆的人 其實以我年齡來說 通常人們都不睡得那麼好 但我平均睡到七百個小時 這就是平安輕省 亦都是醒了之後祈禱 又會睡回 還有運動 有陽光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管理金錢 我們不是要做大有錢人 但有些人永遠都是 沒有錢做到應該做的事 他時時的經濟都是很有困難 這就是我們管理好我們的生命 我認識到有些人 他總是工作經常都做不久 例如有一個人 他跟我說另一個人 他說經常都做工做不到 我跟他聊天 他叫我跟他聊天 他怎樣呢 他上了一份工作 人家說他大塊脾氣 他就走了 從此又不再回來 他的脾氣管理得不好 或者人際關係不好 也認識到有些人 他做工跟個個關係都不好 事實上世上的人都很多不是好 不過我們怎樣跟他相處呢 這是一個我們需要學習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就是做工不好 有錢就想要來吃東西 玩玩 開心一下 就用了錢 我知道有些人 經常都跟別人借錢 他生命裏面 都有很多問題 在管理金錢上 還有忠心奉獻 是神所起義和神所祝福的 當我一信主 我知道神是真 我就開始十一奉獻 神就供應 祝福我 為我開爐 是不可能的 為我預備很多機會 我希望大家都有忠心 不要偷取神的糧 我記得當時 在菲律賓 有一次有個牧師 他問所有在座的牧師 那是牧師的聚會 你有誰 偷取神的十分之一 其實有很多牧師都一樣偷取的 他沒有做到他應該做的 忠心做的 當我幫菲律賓師 也發覺有些牧師 是會濫用我的錢的 我們那些錢 我們機構的錢 我都提醒他們 我說 你濫用這些錢 你要面對神 是很恐怖的 我們幫助你 我是樂意的 但是你濫用神的錢 你是可以面對神的審判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金錢上 要忠心 我自己來說 就算是很簡單的事 拍車的錢 我不會騙 如果那件事不屬於我 我不會騙 為什麼呢 我經常想到 有一天我要面對神 神會問我 為什麼你那天要騙那幾元呢 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呢 我們真的在任何事上都忠心 好了 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 時常都是跟人建立良好的關係 我認識的教有很多種 有時我經常跟他們說 有人來歡迎 我真的看到新人站在那裡 我形容他們好像站在我 但是那幾個舊人 就經常在那裡聊天 我說你們歡迎 他們說歡迎 歡迎你 然後回到那幾個去聊天 他們在那幾個圈子 那幾個人的圈子是很舒服的 覺得我要搭出去跟人聊天 是很難的事 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人總是覺得 跟人相處會有困難 不去衝破 我不知道大家 你的情況是怎樣 我希望大家慢慢學到 我關心人 總有人會回應 總有人會關心的 那時候有一個教友很成熟的 在教會很久的了 我說你歡迎新人 他們會覺得很不舒服 他們會不喜歡 我真的覺得 為何會關心人 為何會不喜歡 因為他們試過 他們歡迎人 那些人不喜歡 於是他們就下了一個結論 歡迎新人 是會可能不受歡迎 那他們真的不歡迎 你就不要緊 譬如有人說 我想安靜地來到聚會 OK 不要緊 我歡迎 我開心見到你 你在這裡享受一下 如果有個人喜歡聊天 那就跟他聊天 其實是很簡單 但有些人 就是連基本的事 都很難衝破 還有我很多事件 是甚麼呢 兩個人有些衝突 有些人是學不到甚麼 對方有些甚麼不好 他立刻會發脾氣 或者不喜歡 有些人傳一些WhatsApp給我 他說你看一下 他跟我說甚麼 我說我想看上一段 你跟他說甚麼 他發給我 我說 你說那一句 他會有甚麼感覺 他又不想面對自己 即是說 他自己的說話 所以令到對方會這樣 我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跟另一個人說 你可否這麼不執著 然後那個人有很大的反應 我想看上面他說甚麼 他說甚麼 原來那個人是想找工作 但那些工作又不適合他 他又想找一些好些的文職 想做物理治療師 不知他學過那些助手 做助手 但那些人又不聘請他 那這個人就跟他提議 不如你先找一些普通的工作 做月先 可以賺錢 但那個人又不肯 接著他就說 你可否不要那麼執著 那那個人就發脾氣 他說我沒有執著 我沒有執著 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可以這樣說 那你在經濟困難 你會不會考慮 有甚麼工作可以得到 即是用詢問的方式 而不是用一個指控 當你指控 那個人就不喜歡跟他聊天 那這個就是 有時人與人之間 就是這些事情發生了之後 他就有一個經驗 很難相處 即是很難跟人相處 其實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一個吉祥人 所以我們要留意自己 是否容易吉祥人呢 我怎樣能夠 不要那麼介意人家說的負面說話 人家說的好都不重要 不用那麼執著 不用那麼緊張 我有很多次跟那些教友 想他們和好 有個教友跟我說 以前的學生時期 那些學生 他說 另外一個學生 在這裡有一個說話 在學校不理我 我跟你們兩個一起 見面聊天好嗎 他就不肯 他說他不會改的 那我就跟另一個說 我另一個又不肯 結果我求了很久 他們都先肯 然後去跟他們聊 即是我處理過很多這些問題 雙方都不肯 雙方都有些執著 雙方都有些不喜歡對方 跟著就一直持續的關係 那我發覺 人當一有些問題之後 是很難衝破 即普通人是很難 好像耶穌所說的 弟兄得罪你 你先跟他和好 跟他講出 他得罪你的地方 那這個是我常做的事 為什麼呢 如果我不做的話 他們就會不理會 真的回來教會 不理會 甚至他們會離開教會 也都是神不喜悅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 是不理會的 你見面很難跟他們聊天 如果這些事情 我們處理不了 耶穌說 如果你獻禮物的時候 你想起有弟兄和你懷怨 你先放下禮物 跟他和好 你先回來獻禮物 就是說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這個勇氣 不容易的 是不是難 但是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不用怕面懵 就算對方錯九成 我錯的那麼多 我們都可以說 我有令你不舒服 請你原諒我 我有什麼做錯 請你原諒我 來修補這些關係 這個是非常重要 也我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關係一破壞了 很難修補 是很難修補 所以我作為侍奉人員 我去到哪個教會 如果我和一個教友有衝突 例如有些行為不好 我就說 你這樣也可以 你這麼不愛主也可以 接著他生氣了我 接著他告訴十個人 又告訴牧師 這些就會封鎖侍奉的路 我們這樣想 當我們的生命可以發揮 但因為我們處理不到人際的問題 就算我看到他的問題 我不是去罵他 我可以引導他 你想要改善 你可以怎樣改善 你有什麼可以做 你有試過 你想要試一下 然後引導他 他可能會改變 而不是說 你這樣的 有沒有搞錯 這樣的時候 我們人際問題又難了 或者有時候 有一點點不舒服 我們都處理 我講一個例子 我們宣教 有一個牧師 我跟他說 聖靈的工作是否接受 他說接受 全都接受 我們帶領聖靈聚會 很多人經歷了 喜樂 愛 釋放 他有點不接受 但我一看到他不接受 我一定要跟他談 我跟他談 了解他什麼原因 他有什麼不接受 他有很大的道理 他有很大的道理 可能他認為他接受 他不接受到這樣的程度 他不會想到人們又哭又笑 他只是想到四年工作 又溫和一點 不是這樣的 我需要跟他化解 否則以後就封了一條路 我不是用人的方法 只是說 我不想因為人的緣故 而封了一條路 如果是神封了一條路 OK 但如果是因為我沒有處理 是我的不治 所以我會任何人 我覺得他對我的態度有些問題 我都會嘗試跟他談談 衝破這些問題 有沒有什麼地方我可以改善 用這些方法去問人 這樣就好過指出人的錯處 這些都是我常做的事 所以我們主動建立和人好的關係 關心人 見到人都會跟他說 你好嗎 這樣的時候 可以建立關係 有些什麼地方幫助人 我們都盡量幫助人 跟人相處很重要 就是不要被人的問題影響 看重人和說話欣賞人 看人的長處 他總有他的長處 雖然他有短處 但他有他的長處 感受別人的感受 別人有不開心 有不舒服 我接受他會不舒服 不要緊的 譬如我一旦有聖靈的運作 我看到有人不舒服 我立即會停下來 我就會大聲說 我可能有些人覺得不自然 看到他們哭得那麼緊 但其實他們很釋放 他們的憂傷走出來 他們很舒服 雖然我們不是這樣的反應 我們也接受 有些人可能他們的憂傷走出來 即是有些人開心得不得了 他現在好像在天堂那麼開心 我們覺得為何會這麼大笑呢 我們只是接受他經歷到神給他很大的安慰 很大的釋放 所以他開心得不得了 我們為他歡喜 即是我會解釋一下聖靈運作發生的事 我試過見過很多聖靈聚會 那些人很多經歷 但那個領導的人都沒有解釋 有時我試過去聖靈聚會 有些人坐在那裡問我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那些人到底經歷了甚麼 為甚麼會這樣 有些人會問的 所以領導的人是需要解釋給人聽 讓人知道 就算對惡人也有祝福他的心態 有服侍的心態 經常都想著服侍祝福 沒有吃虧的 並且真的對自己有益處 我越祝福的人多 神越喜悅 神越祝福 也都珍惜關係 有人對你好的 珍惜 我珍惜和周牧師的關係 多謝他對我的信任 我珍惜和你的認識 任何一個我們相遇的人 我們都珍惜 都是神賜的禮物 良好的溝通 就是更多的聆聽 留意 我們下一課會講多些 即是下一課 講多些聆聽 如何聽到人的需要 如何回應人 不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明白人 聆聽是良好的溝通的基礎 如何聆聽呢 就是聽到對方的訊息和背後的感受 他有什麼感受 第二就是集中留意他講的內容 他表達的方式和情緒 他講的時候有些激氣 有些緊張 有些不開心 我們就留意到了 我們就了解一下 這件事都令你不開心 這件事都令你好像有些煩惱 留意到他的感受而回應 他就覺得你留意他 關心他 還有他有什麼重點 他經常都說回那件事 身體語言 即他的手很緊 他說話的時候 不是他手很緊 即是手很緊張 在說話的時候 血管都膨脹 很激動 接立他的狀況 即是他不開心 雖然我們說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會不開心 但是他不開心 是他真實的經歷 我們就接受他這個真實的經歷 聆聽的時候 分別他的狀況感受 他要求什麼 或者他的目的 一面表達 聽到他說的話 將他的意思表達出來 和回應他的感受 即是說回 你告訴我 你現在因為這件事很不開心 你心裡很受影響 很有壓迫感 他會繼續說更多 很多人為何會聆聽有問題 其實我在神學院 已經讀過幾科輔導 但後來我去到 讀院目課程的時候 我才真的學到聆聽 其實我初期的時候 主要是教人 不是聆聽他 即使我現在聽話 我都發覺有時候脫漏 我太太聽話 真的強過我很多 我都留意他 很多時候他聽人說話 他真的聽了很多東西 我都希望大家都學習 雖然我聽話 比很多人都聽得多 但他還聽得多 即是他留意到每一件事 留意到他講那個字眼 他的表情 我們聆聽的困難是 就是我們內心論斷他 不接納他 而且不喜歡聽到煩惱的東西 所以沒有心機聽 沒有真心看重人 和希望跟他建立良好溝通 就沒有內心聽人 一面就想怎樣教他 或者怎樣批判他 或者他覺得他不好 靈聽的時候回應 這裏都是簡略地講到 建立人的關係 都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他永遠都沒有好朋友 為什麼呢 有些人跟我相處 他總是套苦水 總是 由頭到尾都是套苦水 說話一樣 我未有機會 他就說另一件事 一直說下去 因為他的心中 裝滿很多苦水 那我們 如果我們是這樣 我們需要留意 就是我們是不是很多苦水 在裏面 我們裏面需要化解 深信神真的給予很多恩典 數算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裏面不是裝滿苦水 而我們說話的時候 不只是說我們的東西 如果只是說自己的東西 沒有人喜歡聽 留意一下對方說什麼 回應他 他就覺得被關心 他就會喜歡跟我們溝通 那就是 內心聆聽他的情況 困難和感受 有適當的回應 盡量少教導 就回應那個感受 即是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很大壓力 也都回應他關注的事 譬如他跟丈夫關係不好 他侍奉的問題 我們都回應他 了解一下 到底他面對著什麼問題 無論說什麼 都想想他的感受 這件事我發覺 很多人都很難做到 有時那些人會說 你這樣也想不到 你這樣也想不到 他真的覺得 他真的覺得 真是事實 為何你這樣也想不到 但他沒有想到 那個人聽的是不舒服的 有很多說話 譬如說 很容易會批判別人 你真的不好 為何會這樣 或者有時候 教友有些少許利益 就會有些爭論 然後就會批判對方 我們盡量學習 講一些說話 讓別人聽舒服的 譬如我明知道有個教友問題 我怎樣跟他講 我想了很久 有時我會跟太太商量 怎樣跟他講 我都會問一下他的意見 傳WhatsApp 有時有些人的問題很嚴重 我傳之前 我先傳給太太 我先傳給他 我先傳給他 不過他贊成我 最好是面對面說的最好 因為他說 你傳了白底黑字 有時人就會傳給別人 亦會產生問題 他會考慮到人的很多想法 但他真的很小心 每一句說話 他都會小心 我們再說這個要點 這個說話 柔和地說 恩典的說話 和柔和地說 律法說話 恩典的說話是甚麼 神的恩典就是 神愛我們 關心我們 在我們心裡有奇妙計劃 人都有恩典說話 我關心你 我開心見到你 你真是很好的人 我很想對你有幫助 有甚麼可以幫助你 這些是恩典說話 但我們要說律法說話 譬如 敬拜隊 有人經常遲到 要說律法 但怎樣說呢 有些人就用眼神去說 挖一下他 我搞錯啊 你 或者 小小 那些怒氣 你又遲到了 你遲了多少 是他錯 不過他會很不舒服 我們真的要想清楚 怎樣跟他說 第一就是一對一跟他說 可以用了解的方式 我留意到你有時都 來參與敬拜都會遲到 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到呢 總是想他有甚麼感受 這就是探討 探討 或者引導他 引導他怎樣找出問題 在哪裡來處理 如家人 曾經有一個男女拍拖 她找我的輔導 那個女兒找我的輔導 不是男那個 那我就發覺 原來男那個 有很多時候 會說指責的話 不聽她那個女性 那個姐妹說的話 那我就跟她解釋 關於男女的分別 女性是很想 男性能夠回應她 關心她 那那個男那個就回答我 她說 這個不是我的風格 我不會這樣做 那這個也是最坦白的一個 我真的幫過那麼多男性 這個最坦白 就是最坦白說出一種 不願意的心 那後來她跟這個女生分了手 後來沒有多久結婚 不過沒有多久又離婚 因為她不肯去聆聽 當她不肯聆聽的時候 她只是說一些她想說的 她想控制 她跟哪一個女性都會有問題 這個所以能夠說柔和的律法說話 就是說 譬如你跟一個人說 你可以說 麻煩你幫我洗碗 那你說每天都是她洗的 那為什麼請麻煩 你也可以說 多謝你洗碗 多謝你做的事 那你可能說 她是洗得不乾淨 那怎麼說呢 我們總之用詢問的方法 我們可不可以怎樣的方法 可以洗得更乾淨一些 可能她都不適合聽 有些人什麼都不適合聽 那是很難的 不過總比 你看這本 你看多少織 你摸一下 多髒 那肯定的後果就是吵架 吵架收場 一定 所以 律法的說話 可以是 這個恩典的說話 我剛才說了 有幾種的 探討和引渡 探討就是 explore 找一下有什麼方法 引渡就是 我知道有什麼方法 讓我引渡她去想想 你想怎樣處理 你覺得可以怎樣處理 教導 有時都可以跟她說 你這樣回應我 我會很喜歡 我說話的時候 你回應我 我會很喜歡 你陪我聊天 我會很喜歡 這也是教導 但這是柔和式 如果光硬是怎樣 我講話的時候 你看著我 記得聽我說話 你不要看手機 這樣 這就是比較光硬 再強硬的 你看哪裏 我講話 你看哪裏 這些就是再強硬 但我們想想 其實人有時 那些心火爆出來 就會說這些話 我們就是 教導 柔和的 吩咐 麻煩你給我洗碗 而不是說 你快點洗 還不洗 有時需要指責 譬如說 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 你猜我才在等待你 那時在做什麼 你猜我等待你那時 有時我心情會怎樣 有時我們都可以用柔和的方法指責 但我們不是想去feel bad 我們是想能够處理那件事 我們都可以了解 為何會遲到呢 怎樣可以處理呢 我們求主幫助 我們在這些人際關係上 大家有沒有這個習慣 會不會覺得很 有些人說很刻意 又要這麼柔和 這麼斯文 在家裡不習慣 有些人不習慣說多謝 其實我們不只說多謝 你真的煮得好吃 那些東西 你做得很好 很欣賞你 特意做些東西我們吃 很享受 這些就是一些方法 令到對方能夠更加舒服 希望大家在這方面都留意 祝福大家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祈禱 不過下個星期再見大家 大家記得做功課 我們一起祈禱結束 一起站起來 天父多謝你 歡迎你 求主軟化我們的心 讓我們知道 輕鬆得勝 也代表我們與人關係更加好 因為耶穌喜歡與我們的關係 是好的 也都耶穌喜歡我們與人建立好的關係 我們就用柔和的說話 能夠說溫和的說話 愛心的說話 多數婚姻 我所見到也是 很多時候我們輔導的時候 那些夫妻就會很快說 她不是這樣 她就是這樣 她一直說 她就不知道 她就是令到對方不舒服 一說就說 有時候說 可不可以這樣 她一個馬上說 她整天都是這樣 這就是一個指責的說話 好 祝福大家 大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